纵守周知尼贝尔人一天都不能喝奶茶 早起发现家里没有茶叶了 赶快给老公买茶叶来 给大家看一下青春的尼贝尔小菜店 早上起床来买这三个东西 这是美达的尖贝尔 一小包合人民币13元 然后这是包菜很小啊 袖珍 这个是两块人民币和两块人民币 这是我老公爱喝的尼贝尔产演 这一包是20人民币 在尼贝尔每天都能喝到 从奶牛身上煮出来的鲜牛奶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以后美达回了国 尤其是他爸没有新牛奶 除非自己家养牛养阳 才有鲜牛奶 尼贝尔人去中国饮食习惯 像甘虑腿调料他还可以带 但是新鲜的牛奶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应该为中国每天喝 所以就他每次回中国的时候 都是因为喝不到新鲜的牛奶 只有超市的那种牛奶 他根本都是口都不是喝的 勾兑的那种 比如说你中国的老婆不是土豪啊 没有生活在蒙古西藏 土家养牛养羊 没有新鲜的牛奶 只能从超市里头买牛奶 他说这根本都不是牛奶 这都是假的 而且尼泊尔当地的新鲜的牛奶 非常非常的便宜 你像我们每天打一公斤 一公斤和人民币餐 五块七毛钱 五块七毛钱一公斤的牛奶 够全家三口人一天喝的了 之前美达小的时候 我们吃1.5公斤 他现在大了 其他的营养奢侈的比较多 所以牛奶需求量就少了 就是我们每一家三口人 一天一公斤牛奶 五块七毛钱就够了 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才合170元人民币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的合适